國民黨臺南市長候選人謝龍介 拚選戰跑行程控檔到麻豆的右援開直播 一開口就火力全開 批評臺南市府放出假消息 透過鏡頭拍下一顆顆果樹 底下一大片沒採收而掉落腐爛 中秋節前謝龍介就曾經走訪麻豆的農業倉庫 指出農民向他陳情文旦 滯銷市府去強調銷售一空 這回他直接到右援開直播 證明自己沒有亂說 不過市長黃偉哲 並未親自回應 而是由陣營裡的發言人 出面解釋 臺南的文旦 老長的部分在中秋節前早就訂單 銷售一空 那至於其他 那我們的中央地方 其實也啟動了一些收購的機制 西龍介市長候選人 不要每逢選舉 就要把文旦拿出來亂一次 選戰倒數 謝龍介頻頻猛攻試爭議題 這回麻豆文旦也成為藍綠 公訪焦點 華氏新聞劉環生陳信仁 蕭雅新台南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